唱小威的平原是黃色的 記錄台灣公告書的平原是黃色的 歡迎大家回來我們橙色的平原節目 開始今天的節目之前 不要忘記幫我按讚訂閱起來 今天要來挑戰用這個炸行單 就像下來泡魚仔來填一尊蚵蚵 這就是我一定填好的蚵蚵 那因為這片頭是填好的 所以我一定完成了 這算是我未來 要來填這個蚵蚵蚵進展的一個練習 這件片本身不太長 因為我有很多部份都不記得記錄 都做好想到了 所以比較抱歉 大概會有人想要問說 為什麼我沒要去塞塞浮條 還是去廟裡面搶 其實塞塞浮條的一定是比我做的比較漂亮很多 用我的鄉處去教人的專業比是不合理的 為什麼要自己做 一來是因為我想要教人不一樣 這樣比較有一個紀念是 二來是這是展現我的雙心最好的表現 不要看這個蚵蚵蚵蚵蚵 小小的一尊 沒有包括頭前七夜 我做失敗的時間 我這樣抓起來就要花我一天的時間 那後面還要入籌疊 背疊 然後背疊 大家的步驟都要開掉我這麼多的時間和精神 所以我認為這是展現我雙心最好的方法 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處理抓症的方式 泡油要先泡水泡軟 然後用這個蚵蚵蚵盡量打到最油 這時候要記得加水不打不走蚵蚵蚵蚵的消息 在腦袋在得乾 慢慢的又加入這個國化用的中性白礁和成本 然後可以開始用你的手去刷 白鍋跟粉跟水的比例 我也沒有確定怎樣比較好 所以我都是一刀加一點點 一直觸觸觸觸觸到我覺得這個手感可以 不黏手 然後它還可以成型 就可以開始來塞 一開始我沒有用骨骼直接來塞 發現會太軟會變形 所以後來我加力骨骼 然後慢慢的跳起來 這樣就沒問題 完成一後就是單一搭 用這個籌疊來抹 然後紅豆餐來抹這個名字 然後最後還沒了 就可以來圍繩 這是我大概 這次的過程 跟大家來分享 那後來開工的部分 在請我們這個台中公安大 第四代的領域制度長 來幫我開工 一樣就是簡單 不用想到勞師洞中這樣 這個過程 KTGOGO有做簡單的記錄 大家可以去他的節目 來看這個過程的影片 走去的影片 就先到這裡為止 感謝大家收看 別忘記幫我按讚訂閱起來 大家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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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